普京现在要求核威慑力量高度戒备 现在很多欧洲的很多媒体都已经报道了 普丁现在手里呀 就是钻着核按钮呢 现在啊普京已经做好了核战的准备了 为什么国内还会有这么多的小粉红 粉区还在精神俄罗斯人呢 结果呢看看我们看一下啊 粉区国内的粉区在说什么啊 说什么屁话 那北约还要冲的话呢 真的是不把人命当命了 到底是谁在用核武器来威胁全人类啊 那都不是普京吗 怎么成了北约了呢 金灿荣啊说谈判前夕 普京特地会见了 邵伊古和格拉西莫夫 和手提香在这三个人的手里 听一听啊 还有的说呢啊终于有一个有脑子的了 说别吧一颗核弹下去啊 真的要三战了 那可不 大家互相惹核弹吧 那还打什么仗啊 还有的说呢啊所以干嘛要惹超级大国 俄罗斯真的是超级大国吗 他从国家实力来说从经济上来说 他除了这个啊秀肌肉 杀人的武器很厉害 他还有什么 他就是全世界啊第二的第二强的这个军事强国 这就是流氓啊 他本人什么就不创造社会价值啊 他就是靠他的这种掠夺能力 他的这种武力威慑 这是这是什么 这不就是流氓吗 还有一个有脑子的说啊能别发疯了吗 看看啊大家说啊现在看谁更疯啊真的疯了别别别地球还不想毁灭啊 这个缩哈了啊地球真的要被毁灭了 还有的说呢这个乌克兰不是同意和谈了吗怎么又搞这出啊 结果呢还有说呢哎呦大哥别冲动啊 这场战争啊美国脚屎棍成最大赢家啊受罪的是老百姓 然后呢还有的说啊北约出钱啊又出核武器啊又出武器又出人 北约没出人呢 北约如果说出人的话那也是以自愿者志愿者的这个名义 加入的 那不能叫这个北约他来出人 这不是这个啊以这个北约的名义 做成作为一个军队 组成一个方队就直接啊就进入乌克兰 如果有的话那可我相信啊现在的这个欧洲各国的志愿者 肯定也汇入了北约的军人这是无庸置疑的 还有的说呢啊终于看到有脑子了啊 他说就这样还要骂丑国吗就是美国啊 我对精神俄罗斯人不能理解我也不能理解 到底是谁在威胁全人类啊难道不是俄罗斯吗 大家想一想中国和俄罗斯边境的那么多土地是被谁割走的 二战之后是谁对中国的东北进行了洗劫的 苏联红军呢苏联红军在东北干下了什么样滔天的罪行 大家我希望大家看一看历史吧 有些这个国内的网友还是有理智的 是吧这帖子真有意思 明明是普京发疯 好多人还在卖美国和北约 这差不多相当于为家暴男辩解 他是个好人 肯定是被家暴的这个老婆呀把他逼急了 还有的说呢 啊始作俑者不骂是不骂啊都不骂骂谁呢 脚屎惯啊说的就指的是美国赶快从这个地球消失吧 可是普京说会呀 他说世上如果没有俄罗斯那还要地球干嘛 精神这个精神的这俄罗斯人真的很可怕啊 就这样你还鼓吹呀 这个人核弹还挺自豪的样子可怕不可怕呀 无知不无知啊 他的说炸白宫我没意见 哎呦你们怎么知道这个普京这个疯子这个战争狂这个欧洲屠夫他是要炸白宫的呀 而不是炸中国的呀 我们是跟俄罗斯中国和俄罗斯是接壤的呀大家 四千多公里的边境 跟谁哪个国家他跟哪个邻居是 有最大的利益可图的 那不就中国吗 我就不明白中国为什么要和啊这种流氓建交啊啊啊为什么要跟这种流氓交朋友啊啊 还有个说呢啊这个啊地球怎么就不转了啊隔壁被扔了两颗就指的是吧那不就消停了吗 那是因为啊日本没有如果说双方都有吧那就变成了互扔了啊 要是到时候啊大家就互相一起扔这个先是普京扔一颗往欧洲 然后呢这个北约就往这个俄罗斯扔一颗或是几颗 俄罗斯那么大地盘他是全世界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俄罗斯还真的不怕人核弹呢 明明升级的是俄罗斯是吧 可是呢国内的这些粉区啊却在骂美国 又不是拜登拿枪指着普京让他先用核武器的对不对 嗯现在我就想知道啊如果呀乌克兰呢 就真的不同意投降啊你普京你真的扔这个核武器吗 是不是疯了 而且呢中国呀和乌克兰是有这种友好合作条约的 互相签订过说啊要进行这个核武器的这个啊 如果说你这一方就任何一方受到了核武器的威胁啊 另一方都是无条件的支持和支援 中国是背叛弃义的小人呢 中国和乌克兰是有这样的友好合作条约的 而且中国的很多武器都是从俄罗斯买 都是从乌克兰买的 俄罗斯根本就不卖给中国 只有乌克兰帮助过中国 可是呢中国的这些粉区啊 竟然这样的骂乌克兰 我真的觉得你们很没有良心 普京啊赶紧赶紧上下台吧啊 因为俄罗斯现在好像是手里好像是4000多枚核弹 4000多枚核弹 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一个量级啊 能够把全世界全全世界毁灭几遍了 而且呢俄罗斯还是有洲际导弹的 啊洲际核弹 往美国啪啪啪扔 再往一这个欧洲啪啪扔几颗 还有的活吗 就是没有直接被这核弹炸死 核辐射已经让我们这个土地不能再 不适合人类居住了 那我们人去哪呢 那我们不就成为琉璃失所的难民了吗 难道都跑到非洲去去去讨生活吗 去跟老虎狮子抢吃的吗 我就感觉啊 这些这些这个国内的这些粉蛆啊 就以为啊 这什么俄罗斯用了核武器啊 中国就能独善其身 不存在的啊 要死大家一块死 普京这么疯 你说谁能想到 就派一个不小心呢 第三战就开始了 第三战一旦三战开始了 我们大家还有好日子过吗 我就不明白国内的粉蛆 为什么这么支持俄罗斯 俄罗斯是侵略者呀 真的我发现这些人真的是脑子把他了 脑子进水了 为什么要被中国的政府啊 这种虚假的政治宣传欺骗呢 这不明白着吗 你俄罗斯就是在侵略乌克兰呢 否则全欧洲人民为什么这么愤怒啊 这么震怒啊 很多平民为什么都自发 甚至俄罗斯国内自己的民众都自发的上街游行抗议普京啊 为什么呀 因为这是非正义的呀 还有的说啊 你怎么不说这个乌克兰怎么样的这个屠杀这个顿巴斯地区的 说俄语的那些平民呢 可是顿巴斯对我们大多数人欧洲大多数人威胁不大呀 人就是这么自私啊 我承认我也有私心 我正面的反战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是因为直接威胁到了我的人身安全 而顿巴斯他威胁不到我 我就是这么自私的 大家也可以想想 顿巴斯平民被屠杀 对大家的这个威胁道 还说普京现在拿着核弹来威胁全人类这个威胁道 我相信大家你如果有脑子你也会想 我看着anst话 请姿勿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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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